北京时间7月27号凌晨 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开幕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背包在线巴黎街头 中兴社记者采访了这位来自西班牙的记者 他表示 背包从2008年开始用 已经用了16年 网友也自豪地评论 这是中国制造 记者了解到 这款背包是由福建企业 详兴福建香包集团有限公司 专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打造的 每个都有一个编号 且香包拉链头 运用了先进的压模技术 结实耐用 7月29号 记者来到位于福建福清的 祥兴福建香包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走访 我自己在这边住了从18岁到现在 住了30多年 被别人认可了 觉得好高兴 觉得好兴奋 郑华清是祥兴集团第五厂区厂长 此次巴黎在线2008北京奥运背包的消息 让祥兴香包又火了起来 也让这位在祥兴集团工作30多年的老员工 郑华清激动不已 记者看到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 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现在我们工厂非常多都在港 材料也非常及时的我们产现 我们都在港 业务员跟我们讲 他说要最快速度帮他们做出来 保质保养 资料要排成第一位 这个我跟他说你不用操心 这个资料是我们公司的命脉 我们真的好想把祥兴集团做得更好 在祥兴集团的展厅内 直播间也搭建起来 工作人员正忙着直播 陈海宁是祥兴福建香包集团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总经理 他告诉记者 奥运背包火了后 7月26号早上 公司立即开启直播业务 直播间十分火爆 先把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升级款 跟近视款先找出来 然后进行了整个的这个货品的盘点 并且迅速地拉起了一个 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间 那这些人员呢 也全部都是从我们各个部门 这样挑选出来的小伙伴 大家这几点也非常卖力 无论是参除物流 还是视频拍摄 还是直播间这一边 都非常努力地在推进这个事情 那同时呢 我们的生产这一块也加快采购 加班加点地在生产 我们网友们喜欢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粉丝已经增长了六十几万 那这几天呢 我们的直播间销售都非常的火爆 祥兴福建香包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拥有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完整香包产业链企业 有三个工业园 12个生产厂区 161条香包生产线 其产品大部分出口国外 记者了解到 北京奥运会之后 祥兴集团也多次亮相国际体育赛事舞台 而祥兴香包也正是众多福建制造的缩影 未来我们会从产品的实用性 耐用性 以及它的款式上面 我们都会做一个全新的提升跟改造 更好地满足所有网友的需求 我们也会打好中国制造的这张名片 打造好我们的国货之官的形象 带领企业走出福清 走出福建 走向世界 走出福建议 中国嘛 我没有想说 我有erca 能重一种 就是 我们 感谢观看